新唐人原创动画《小乾坤》广受到国际欢迎与肯定 这次荣获了加拿大全球首映电影奖春季竞赛的最佳短片 评审表示小乾坤不仅制作精良 故事更是引人入胜 新唐人原创动画《天庭小子》小乾坤又传来好消息 荣获加拿大全球首映电影奖春季竞赛最佳短片 啊 我可以飞翠 很好玩哦 阿雅 你尝尝看花蜜的味道怎么样 好啊 经由姐弟阿雅和豆豆的冒险故事 以及神奇角色小乾坤 传递出中华文化经典著作《地子龟的内涵》 加拿大全球首映电影奖首席评审Brian Loose表示 小乾坤不只动画制作精良 故事更是引人入胜 I love the fact that it had very very good life lessons for kids show that when kids were misbehaving that they were punished if you don't behave then you could lose out on all the good things in life 平时表示小乾坤也让他有机会一窥中华文化的内涵 小乾坤广受各国肯定 目前已经在美国 德国 以色列等全球20多个国家获奖获入围 新唐人亚太电视张麒麟 台湾台北采访莫道 就是太粗鲁了